担保纠纷是民商领域的高频案源 最高法回应民法典和现实需求 对担保制度做出了解释 潘修平 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秘书长 商业银行法修改专家组成员 他从金融法和专业律师的多视角 通过一按释法的方式 来为大家详细解读 并分享实物应对的方法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担保法律关系复杂 担保制度常人灰色难懂 加上新法出台条文大秀 使原本就非常难肯的担保制度 变得愈加需要精选喜严 这是变大时代的常态 使市场需求不倒闭 法律规则不可以不与市场需求不断调适 律师则不可以不与法律规则不断调适 OK 掌声有请潘修平老师 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来到点睛律师学院 我是荣安律师事务所潘修平律师 今天有个给大家讲解一下 民法典担保制度 继续司法解释 民法典升调以后 担保制度这部分 是改变最大的一个部分 我们国家的担保制度 由最早的担保法 担保法司法解释 到这个无权法 民法典 以及这个最新的民法典 这个担保制度司法解释 每一步 每一次立法的改变 都对这个担保制度 作为一个很大的修改 所以这个最新的司法解释 担保司法解释 很多人说看不懂 非常复杂 所以这样今天呢 我就结合 把这些现行的法律 法规司法解释 串联在一起 把这个担保的制度 作为一个系统的讲解 我本人呢也参与了 这个民法典 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的 制定过程当中的 一些论证工作 结合我了解的情况 并结合一些案例 来给大家做一个 具体的讲解 那么 这个今天讲的内容呢 包括这么 一下五个部分 实际上跟这个 司法典的章节是一致的 一个是一般规定 一个是关于保证合同 第三个是关于担保物权 第四个是关于 这个非典型担保 最后是一个负责 这个五个部分组成的 民法典呢 是在2020年5月28日 由这个13届人大 三次会议通过的 并且于2021年 1月1日起实行 那么为了这个 配合这个民法典的实施呢 这个最高人民法院 在2020年的12月底 陆续出台了 很多新的司法解释 修改了很多司法解释 其中这个关于 民法典担保制度 司法解释呢 就是在2020年12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那么目前我们国家的 民法典担保的制度体系 由以下法律和司法解释 以及法规 部门规章所构成 第一个就是民法典的第二边 物权边中 关于这个抵押权 制押权和流制权 这是关于物权物的担保 那第二部分呢 是在民法典的第三边 合同边中 合同边的分折当中 规定了保证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 还有保理合同 第三个就是这个 今天我要重点讲解的 民法典的有关担保制度 做司法解释 还有这个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独立保含 纠纷 若干过你的规定 这个司法解释 是早就有的 不是新的 但是在这个去年的12月份 民法典生效的时候 最高人民法院 也相应的 做了这个修改 还有呢 就是全国法院 民上市審判工作会议基要 我们促称的 这个救命会议基要 在第二章第六节 公司归他人担保 还有第四章 关于担保纠纷案件的审理 在这两部分呢 也对担保做了一些规定 还有就是国务院 2020年12月22日发布的 关于实施 动产和权利 担保统一登记的决定 就是关于这个 动产和权利 担保的登记的一些规定 还有资源支援部 于今年发布的54号 关于做好 不动产抵押权 登记工作的通知 以上就是目前我国 现行的与担保相关的 法律司法解释 还有一些部门的规章 那么我今天这个课呢 是以这个 司法解释 担保的司法解释为主 同时呢 也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内容 我把这个相关内容合并到一起 那么在这些法律司法解释 和这个法规 部门规章生效以后 原先的担保法 及其司法解释 还有无权法 就已经废止了 第一部分呢 是关于一般规定 一般规定的案例解读 一般来说啊 这个一般规定啊 都是这个司法解释当中的 一个非常原则性的 那么几条 讲的一些原则 新的这个担保的司法解释 可不是这样 我特别提醒大家一些 因为在这个起草过程当中 最高人民法院这个法官嘛 发挥了很多心思啊 是把这个所有担保的 共性的部分 提炼出来啊 我们现在就抛去 这个具体的担保制度 把它共性的东西 提炼出来 形成了这个 第一部分 叫一般规定啊 所以这个第一部分呢 非常的长啊 并不像传统的 司法解释那么抽象啊 内容也非常的丰富 首先说关于担保的重属性啊 那么在这个 司法解释第二条啊 说了这个当事人 在担保合同中约定 担保合同的效率 独立于组合同 或者约定担保人对 组合同无效的法律 后果承担担担保责任啊 这个该担保 这个该担保的 独立性的约定无效 这个就是过去啊 为什么这么游览呢 是在过去的担保 担保法当中 我看这个担保法第五条 说这个担保合同啊 是组合同的重合同 组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无效 但是后面有诞书啊 担保合同利用约定的 按照约定 就是原则上是 组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无效 但是担保合同利用约定的呢 都有一条这个单书的约定 就是即使组合同无效 那么这个担保合同仍然有效 那么在这个 司法解释第二条 把这个路给读死了 也就是组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就是无效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 关于这个效率方面 另外这个担保范围 也体现了重塑性 就是担保人的责任 不应该超过债务人的责任 因为我是替债务人担保的 所以我的责任 担保人的责任 说到天 定了天 也就是和债务人的责任相当 债务人承担什么责任 担保人最多承担这样一个责任 不可能超过这个债务人的责任 实践当中啊 存在这个担保人的责任 超过债务人的责任的两种情形 一种是对担保人的责任 专门约定了违约条款 这个我们在实践当中都见过 就是这个担保合同 也有违约金 也就是说这个担保人 一旦不承担担保责任 那么比如说还要额外的 承担一个5% 10%的违约金 这样的话就导致了 担保人承担的责任 就要大于债务人 等于说比债务人多出了一个5%或10% 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违约金的约定情况下 过去的法院也是不支持的 一定判决是无效 第二种情形呢 就是约定了担保责任的 大于债务人所承担的责任范围 这个债务人的责任 是在组合同中体现 也就是担保合同当中的责任范围 比如说自习的问题 此前占钱费用的问题 在担保合同当中约定的 担保人的责任 大于债务人的责任 这些都是违反了担保的成熟性研究 所以从以上两点来说 也就是这个前面讲的 担保这个效力问题 是担保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无效 那么这个从这个范围来说 担保人的责任 不应该超过 债务人承担的这个责任 那么具体举个案例来说 就是这个包商银行 与这个金天阳 访子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双合 羊融集团有限公司 等这个金融结块合同纠分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 包商银行起诉要求 内蒙古双合羊融集团 等担保人 支付保证担保五月金 230万元 它依据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 最高的保证合同中 约定了保证人的五月金 为本金的10% 就本金之外 这个担保人还要 承担一个10%的五月金 算起来就是这个230万元 那么法院最终判决了 博会了包商银行 关于这个保证担保五月金的 诉讼求 这个是在这个 担保的司法解释 办不前就已经存在了案例 下一个问题 那么独立保含是什么 是由金融机构开具的 其他主体开具的保含 不具有独立保含的特征 只有金融机构 才有资格 开立这个独立保含 金融机构包括哪些范围 这个包括具体 包括各类的银行 信托 资产管理公司 财务公司 金融足领公司 消费公司 保险公司 证券公司 证券交易所等等 以上这些主体啊 都是这个 所有金融牌照的 金融机构 首先从主体上来说 那除了这些主体之外 开具的 虽然内容 写的是这个 像个独立保含 但是并不能起到 独立保含的作用 那独立保含的特征 在于独立性 也就是建设计付 还有单据性 这个凭这个单据 上面保安上说的单据 只要单据具备了 就是应该承担 担保责任 那么它的独立保含的效力 不受诸合同效率的影响 即使诸合同无效 独立保含仍然有效 这个和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单保的 这个成熟性就不一样 也就是说 总体上来说 单保是 是个 就有成熟性 那么组合同无效 单保活动就无效 但是唯独在 独立保含上 它的效力 独立于组合同 即使组合同无效 独立保含仍然有效 因金融机构开具 独立保含发生的纠纷 适用这个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独立保含 纠纷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 这个规定当中 非常的详细 规定了哪些 哪些种情况 叫做独立保含 独立保含的 支付 支付等等 非常的详细 那么其中第三条都说了 当事人组长 独立保含适用民法典 关于一般保证 或者连带保证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条就说得很清楚 就是这个 一般当事人组长 独立保含适用民法典 关于一般保证 或连带保证规定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独立保含的问题 只适用于 这个人民法院 关于独立保含的 司法解释 民法典当中 关于一般保证 或连带保证的规定 在独立保含上不适用 换句话说 独立保含不属于 民法典说规定的 一般保证 还是或者连带保证 这点很重要 有的法院 因为在这个 我见过 有的法院的判决书 过去 依据担保法 对独立保含的 做出了一个判决 这属于适用法律上的错误 这是关于独立保含的 但是如果独立保含 它没有 最终 最终 不具有独立性 它叫独立保含 比如说叫独立保含 但是中国法院审理 实际上 它不符合独立保含的要求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就变成了 还是可以变成 普通的保证 那么就适用 民法典的 关于保证的规定 还有比如说 独立保含 是金融机构开具的 普通上市公司 也开了一个独立保含 那这个很显然 它不具有 独立保含的效率 但是并不影响 它成为保证 那么可以适用 民法典 可以保证的规定 举个例子来说 在这个案例当中 在中国交通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 与西夏口集团 有限公司 保证活动几乎案当中 那么西夏口这个集团 在这个单保含中 明确其 提供的是独立性保含 保含当中 说了它是独立保含 但是西夏口集团 不属于这个独立保含 规定的 可以开立这个保含的银行 或者非银行的金融机构 它指这个西夏口集团 只是一个普通的 上市主体 所以法院认为 不应该按照建设基付的独立保含 要求担保人进行赔付 它应该 但是也并不否认 它担保的效率 它按照保证 就是一个普通的保证 来进行处理 这是这样一个案例 下一个问题 关于特殊情况下的 担保物权 我们说一般情况下 这个担保物权 都登地在这个 在权人名下 比如说抵押 在抵押当中 那么抵押权 肯定是要登地在 在权人名下的 在权力质押当中 这个质权 一定登地在 也是登地在债权人 也就是自权人名下 但是在以下 一些特殊情况下 那么担保物权 可能登地在他人的名下 这是有一些特殊性 第一个就为 在权持有人 提供的担保物权 登地在债权 收购管理人名下 债权呢 发现这个债权 债权的特点是什么呀 它的持有人众多 发现个债 很多人 很多个持有人 而且每天 随着这个交易 持有人可能还在变化 每天这一开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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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持有人 买出去了 可能就产生了新的持有人 如果是有这个担保物权的话 来担保这个债权的话 实际上这个 这个债权持有人 因为它随时在变化 债权人随时在变化 或者是众多 没有办法 把这个 担保物权 登地在某一个 债权持有人的名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允许呢 把这个担保物权 登地在 债权收购管理人的名下 就是债权收购管理人呢 这个 刚刚出现的一种制度 就是 在2019年的时候 银行建交易市场 就是这个 规定 在银行建交易市场 发行债权 全部要设立 这个债权收购管理人 过去没有这个管理人 设计这个债权违约 这个情况以后 临时找这个 还是有原先的发行人 帮着这个 帮着这个 处理这个善后事宜 那现在明确呢 在 在现在发行的时候 就要有这个 收购管理人 具体来说是要 有四个机构 可以担任收购管理人 包括这个银行 银行 信托 资产管理公司 和律师事务所 四个主体 可以成为 在线收购管理人 所以可能会出现 比如说律师事务所 作为这个 在线收购管理人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 担保物权 比如说抵押权 这个债 有这个物的担保 有抵押 可能把抵押权 登记在这个 律师所的名下 律师所变成了 这个抵押权人 出现了这样的 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证券交易所 推出的债权 也有 也设立了 收购管理人制度 我们在这个 修改这个 中选法的时候 也特意加上了 这债权收购管理人制度 和这个方管 和我前面讲的 这个银行店交易所 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就为委托贷款 听用了担保物权 登记在收购人民下 委托贷款 这个俗称为 过桥贷款 就是两个企业之间 没法直接接贷 找了一家银行 做一个桥 这个中间 这个银行 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虽然是委托贷款 银行参与了 但实际的债权人 还是这个出借人 那个债务人 还是借款人 银行并不承担 他们并不承担 这个委员责任 也就是说 这个真正不还钱的话 你告不了这银行 还要去告这个 借款人 这个叫委托贷款 时间当中的 过桥贷款 在这个委托贷款当中 就会出现一个 其次的现象 就是把这个 担保物权 登记在银行的名下 收购人的名下 本来它不是债权人 但是这个 为了方便登记 这个在显示操作当中 都把这个银行 也就是收购人 作为抵押签人 进行登记 这是第二种情况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担保人知道 债权人与他人之间 存在委托贷款业的情形 担保人知道 债权人与他人之间 存在委托贷款业的情形 我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银团贷款 有很多个银行 但实际上这个 从面的 就是一个签投行 一个叫签投行的 一个叫托贷款行的 来和债务人签定合同 那个实际上 这个签投行 和这个托贷款行 是受了众个银行的委托 背后是有委托关系的 这个接管人来说 是明知的 实际上这个 比如说有抵押权 对这个银团贷款 就担保 就不可能把这个抵押权 登记在所有的银行名下 最后可能登记在 这个受托人 受托贷款行 托贷款行的名下 或者签投行的名下 但实际上 这个托贷款行和签投行 是代表着银团当中的 所有银行 成为这个抵押权人的 这以上的三种特殊的情况 免许把这个 担保物权 登记在这个 他人的名下 那么登记在他人的名下 到底由谁来 行使这个担保物权 那么如果是 在线人能够行使的 在线人就可以行使 比如在委托贷款当中 在线人可以 主张就是担保物权 这个我帮过几个 这样的案例 实际上在委托贷款当中 如果这个接管人不还钱 那实际上在线人 提起诉讼 出借人 出借人 在线人是原告 那么这个 接管人被告 这个过桥这个集中机构 他是第三人 在这个诉讼当中 那在原告在起诉当中 除了关于债权 这个诉讼情以外 也包括物权 担保物权 对物权的有限受伤 所以这个诉讼当中 就会出现 原告名下并没有抵押权 没有登记为抵押权 但是他可以 他确实可以行使 这个在诉讼当中 可以主张这个抵押权 这是 在线人行使的情况 如果是在线人 无法行使担保物权的 比如这个 在线人 那么受托人 在一定情况下 有钱行使担保物权 但是这个裁判 读文中 应明确 此权亦归 全体在线所有人所有 比如刚才前面我讲的 这个在线搜索管理人 假设是律所 担任这个在线 搜索管理人 因为这个在线 所有人太多了 没法作为原告 实际上律所 要代表他们作为原告 提起诉讼 其中就包括 对这个担保物权的主张 在这个判决当中 要明确 实际上原告 所以律所 很显然这些权力 并不归属于律所 一定要在判决的组文当中 把这个权益 这个律所 它代表谁 写得清楚 那判决结果肯定 还是说 律所要想有 这个抵押物 想有有限受常权 这是主张的方法 那下一个问题呢 是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东西 这也是这个 这个司法解释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重中之重 这个也涉及到很多法律 我一并来讲解一下 先说公司法 对这个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 在公司法第16条 规定了 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 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 股东大会 做出决议 公司为他人担保 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 或者股东大会 做出决议 那个具体呢 到底有哪个机构 做出决议呢 要看着公司章程 如果公司章程没有规定 一次要有股东会 或者股东大会 做出决议 所以这个决议啊 就是非常重要 是这个担保必备的一个文件 具体来说 在九名纪要当中也规定了 担保的权利 来源于股东会 或者董事会 不是法定代表人 说单独决定的事项 九名纪要 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 就是担保的权利 来源于股东会 或者董事会 一个公司对外担保 不是小事 不是你的法定代表人 一个个人 他说能单独决定的事项 实践当中是 毕竟不止 这种这个法定代表人 自己就给签了字了 改成公司的章 那实际上这个 担保的有效 就承担责任 实际上这种方式 给公司 以及公司的股东 带来了很大的事实 这就经历要讲得很明白 就是这个 你法定代表人 这个个人 一个人 你没有权利来决定 担保这样一个 重大的事项 必须按照章程的规定 由董事会 或者董事会决定 担保的权利来源 来源于股东会 或者董事会的决议 所以这个决议 就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个 尽管有这样的规定 那实践当中就 出现了杂志量的 公司法定代表人 月前担保的情况 要么就是早些年 这个月前所 月前担保 就是简单粗暴 法定代表人 就直接签了 担保 法定代表人都签了 回到公司 盖个章 也应该不成问题 无论是国企 民企 好像都不成问题 回来就盖了章了 所以早些年 出现了这个 这个担保 月前担保 基本是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近些年 随着这个公司法 这16条规定 并不是说 这么简单粗暴了 又出现一种 什么情况 有决议 不是没有 但是这个决议真的假的 这不好说 这事件当中 又发生了 类似这样的争议 所以要来判断 这个担保到底有效没效 在这个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月前担保的问题上 来判断 有效没效 就是要看 相对人的 这个什么状态 相对人值得谁啊 这个债权人 比如在贷款当中 值得就是这个银行 那么相对人 如果是善意的 那么担保合同 对公司就发生效率 相对人请求 公司承担责任的 人民法院就应以支持 相对人善意的 比如说银行 我都尽到了审理的职责 你要决议都有 我也尽到我的责任 取回了个决议 那就我的能力 就到这地方了 我不知道它是月权的 也不知道它是假的 就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是 银行要请求 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话 人民法院应以支持 第二种情况 如果相对是非善意的 那么担保合同 对公司不发生效率 如果是非善意的 这个决议是有 我也没人看 哪来的也不知道 这个担保合同 对公司不发生效率 但是不发生效率 这不是说公司就没事了 不是说你这个 这个法庭代表人 签来自盖来 还拿个假决议 这就没事了 担保是不发生效率了 担保责任没有了 但是还有什么 赔偿责任 所以所有的 是赔偿责任 我们到司法解释 第47条再讲 这个司法解释的 立法体力就是这样 先说它有效没效 如果没效的话 很多情况下担保无效 那么我们把它 集中到17条 来就行集中的规定 还有这个法庭代表人 如果超越前线 提供担保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公司请求法庭代表人 承担赔偿责任 人民法院应有支持 法庭代表人 你再这么闹着玩似的 说签字就签字 签完字就 不是你个人 拍拍屁股 就做人的事情 公司是有权利 要求法庭代表人 承担赔偿责任 这个赔偿责任 还不是小的赔偿责任 公司损失了什么 因为这个担保 公司损失了什么 你法庭代表人 要损失多少 要承担赔偿多少 无论是民企 还是国企 还是上市公司 你这个法庭代表人 的责任还是很大 实际上就是 怎么规定 也督促这个法庭代表人 担保可不是小事情 不是闹着玩的事情 你要签的话 你想好了 结果责任 要你自己承担 个人承担 那么关于相对人的 善意的认定 也就是说 集中到现在这个问题 还在于这个 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 到底是真的假的 相对人 也就是银行 都要这个 尽到一个什么样的 审查责任 现在这个 如果是简单粗暴的 过去那种方法 董事长签根字 盖个章拿过来 没有银行能认这个事情 公司法的规定 这些多少都有一个决议 那这个决议 到底要审得到什么程度 这样就是一个 核心的问题 也就是衡量 担保是有效 无效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在立法当中 自定这个 这个司法解释当中 存在很大的争议 我现在把这个 当时的争议的观点 在这下汇总一下 一种情况 就是刑事审查 这个刑事审查 就是救命纪要当中的规定 救命纪要当中规定了 在全人要进到刑事审查 刑事审查中 在全人只要取证 刑事上做了审查工作 就完成了取证 证明的责任 什么叫刑事 比如这个股东会 假设公司有三个股东 张三 李氏 王五 哪个股东会决议 张三 李氏 王五签 上面他签字 至于是不是 真的这个张三 李氏 王五签的 这个不重要 只要有这三个人签字就可以了 你别弄说四个人签字 这三个人签字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救命纪要 规定了刑事审查 这种刑事 就是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 按照救命纪要的规定 你只要有这个决议 像的不是真的假的不重要 只要有个决议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决议 必须是担保人他提供的 不是别人帮他做 这是一个刑事审查 后两种叫合理审查 这是我们司法解释规定的合理审查 还有一种叫实质审查 我先说最后一种实质审查 实质审查结果就要求 与真实情况完全一致 这个就要求 先不管什么原因 不管什么过程 最后这个股东会决议 和董事会决议 到底是不是 总是签的字 到底是不是股东 签的字或者盖的章 严格按照实际的情况 来做出这个判断 这个情况对银行来说做不到 银行来接受一个担保 很难做得到 对这个签字的真实性 或者盖章的真实性 进行合适 这个签字 因为这些股东和老板 他都是忙的 你要把公司的股东 聚集一块 签字 线上的签字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说盖章的话 假设法人 这股东来盖章的话 银行也没有能力 鉴别 在这个听众 接受担保的时候 银行也没有能力 来鉴别这个章的真伪 这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这个是这个呢 在这个立法上 这个立法过程当中 也把它放弃 所以这个就是说 排除了刑事审查 排除了实质审查 这两种方法 可能看来都不行 就是你要求这个银行做到 就拿个 那么质疑糊弄银行 就叫担保 这个很显然不负责任 然后做到实质审查 也做不到 所以这个担保法司法解释 就提出了一个 叫合理审查 合理审查是什么 是在前人 需要证明自己 尽造了与合同 注意义务相匹配的 审查义务 才能证明自己是善意 否则不共同善意 具体来说 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 你到底说清楚 什么叫合理审查 合理审查来说 我理解就应该是这样 你不能单纯的 像这个担保人 要一个决议 有个决议就完了 那决议你要深入一步 比如开个 假设是有个董事会决议 开会之前必然要有通知 提前事务要通知 通知你要看拿到没有 你这个是线上开的 还是线下开的 怎么开的 那应该除了这个决议以外 还有记录 这个董事会开的 哪些人出席了 还是有记录 所以这个时候 也就是进一步 深入 审查一步 这种情况 那我就说 银行我进到这个程度 也就能够这样而已 你不能要求它更高 你说我还没发现 就这么审查 还没发现 它那个签字是假的 这个银行 这个责任不应该 由银行来从担 这就要是合理审查 也就是在你这个 现有的范围内 能力的范围内 要进到这个责任 去审查 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问题呢 确实没有一个标准 这个合理审查 像现在也没有一个标准 需要法院的 在具体的判决当中 个案当中 能与明确 所以我想今后啊 这个 这类的争议 肯定是会大量出现 需要 特别说这个担保人 担保这类案件 都是这样 特点非常明显 那担保的时候 这个不管什么原因 愿意还如愿意 它毕竟是 结婚人向从银行 拿到钱 它都是主动的签字 这个盖账提供担保 真正要他承担责任的时候 他就 他就没有 我没见到个担保人 主动来承担责任 所以这个是说 肯定是在这个地方 会发生争议 银行说 进到了合理审查 他这个时候 担保人会说 我不知道 这都是假的 你没进到合理审查 到这个时候 他就会来推脱责任 所以这类案件 我预计 会发生的会越来越多 但是需要具体的判决 这些问题 具体的细节 也很难在司法界障 再列明一下 什么叫合理审查 但是在具体的判决书当中 可以把这个 结合具体的案件 把它写得很清楚 需要具体判决 判决书 进行明确 前面讲了 必须要有这个决议 股东会决议 或者董事会决议 那么在 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即使没有决议 公司也要承担担保责任 就非常特殊的 三种情况下 一种情况下 就是金融机构 开立保涵 或者担保公司 提供担保 这种情况下 金融机构开立保涵 它是金融机构的 一个常规的意愈 比如说 这个金融机构的 一个分行 支行 它就有权利 开立保涵 它每天都在发生的 一个常规性的意愈 所以即使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银行 没有必要 所以银行的 董事会或者 互动会 就受个决议 就是工商银行的一个支行 它每天开出很多保涵 不可能要求这个保涵 这个要工商银行的 董事会 都是个决议 这是不现实 每天发生大量发生的 担保公司也一样 担保公司提供这个保涵 它就是一个 担保公司的担保 不是独立保涵 担保公司提供担保 就是担保公司的 常见的业务 它的业务就是担保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求这个担保公司 就每一个担保 也要提供这个决议 是没有必要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公司为其全资资公司 开展金融活动 担保担保 公司为其全资资公司 开展金融活动 担保担保 这个全资资公司 这个资产 都合并到公司里面来 而且全资资公司 就一个股东 那么你这个股东 这个公司为 全资资公司担保 实际上是 你在签订这个担保合同当中 你这唯一的股东 你就是知道 你也签字了 反过来说 你不能再 没有必要再 让它出去一个 独立的这个决议 那决议还是它 还是个公司 对这个也没有必要 第三种情况下 担保合同 是有单独 或者共同资产公司 三分之二以上 对这个担保事项 有表决权的股东 签字同意 就这个合同 担保合同 在担保合同上签字的 代表了三分之二以上的 这个股权的股东 比如这个公司 有三个股东 那两个都在上面签字 他们代表的股权 也超过三分之二 实际上在担保合同当中 担保合同上 就形成了一个股东的原因 这种情况下 也没有必要 在另行单独要一个 叫做决议的文件 这样规定的 也是说 从这个 直至终于形式上的出发 这些三种情况下 都没有必要 另行单要一张指 说叫做决议 所以这个是 直接规定为 不用这个决议了 当然这个 我也对照了一下 九名计料 但是还有差异的 九名计料呢 一个是 这个司法解释 规定了 公司为其全资资公司 开展经营活动 担保不要这个决议 九名计料说的是 公司为其控股 合并范围内的 控股自公司 提供担保 不需要决议 这个司法解释 做了一个修改 控股自公司 毕竟还有其他股东 所以还是要有决议的 这个是一个修改 另外呢 还有 九名计料 还说第四种情形 就是这个担保公司之间 有互保关系的 也没有 也不要这个决议 这个司法解释 把这个删除了 互保的问题 互保关系 其实有互保关系 还是要按照独立的 担保来处理 仍然需要这个决议 那么下一个问题 是关于上市公司的 对外担保的特殊规定 简单来说 这个司法解释 这次修改 非常简单了 就是六个字 无公告无责任 对上市公司担保 必须有公告 只有决议 只有决议 是不行的 或者说没有决议 有公告也可以 不需要决议 也是可以的 原则就是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 必须经这个股东大会 或者董事会 决议通过 那么通过以后 就应该按照 证件法的规定 这属于公司的重大事项 就应该及时的进行公告 在这个24小时内 就应该公告 那如果说 你这公司担保 通过这个决议 但是你不公告 那这个事情 因为上市公司 它是除了这个 这个控股股东以外 还有很多中小的股东 你这个担保 对这个公司 是个重大事情 实际上你这个 这么担保下去 就使害了中小股东的利 很多出现很多案例 前些年出现很多的案例 利用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利用担保 来掏空 上市公司的情况 这典型的那个叫 以洋科技 以洋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这最后做到什么程度 有上市公司 提供了34个亿的担保 提供了34个亿的担保 有上市公司这个资讯 他提供担保这个贷款 还是很容易的 34个亿 那么都被这个 实际控制人 把这个宽存外面占走了 好了 这个矫情很深刻 为了提供这个担保 他这个换了三部个董事会 这个董事会 实际控制人 并不参加董事会 他在后面遥控 但是这些董事们也知道 这个不是闹着玩的 签订这个决议的话 同意的话 也不担责任 所以这个干着干着就好了 不干了 干不下去了 干不下去换下一部 这个你不愿意签换下一部 一年换了三部董事会 这个签了这个34个亿 这个教训非常深刻 为什么要公告 这34个亿 就是因为签订了决议 但是没有公告 外界看不出来 如果说一个家上市公司 这么担了34个亿 所有的银行可能都警觉起来 但是由于他没有公告 看不出来 最后这样得逞了 逃空上市公司的行为 所以这次在四大解释当中 明确规定 就是无公告 无责任 就这么简单 被上市公司 过去还发生过很多案例 就关于上市公司担保的问题 没有公告 有决议 没公告 法院的判决呢 也是两种结果都有 有的法院认为 既然有决议 比如有同事会决议 这个担保就是有效的 按照公司法规定 就是有效的 也有的法院判决 由于这个没有公告 所以就无效 这次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 把前面的案例 这些成功的 还失败的 都总结了 就很简单 就是无公告无责任 上市公司的担保 完全抗公告 还有这个 相对于人 比如说在这个 除了上市公司以外 还有这个 其他的总类的 在国务院批准的 其他全国性 增限交易所 交易的公司 定理的担保可能 也要适用 钱款的规定 比如说在 新三版的公司 新三版的挂管公司 新四版 新三版 这一类的挂管的公司 同样要比照 前面的我讲的 上市公司的标准 这些要求 这也是 虽然不是上市公司 但是它也是 也是挂管的公众公司 这个信息 也是能够查询的 下一个问题 关于上市公司担保 是项公告的形式和标准 这个问题 很多人 上市公司问我 那你说公告 但是我们到底 公告到什么程度 上市公司的公告 有两种形式 一个是单线公告 就是公告这一笔 我们为某某公司担保 就是一笔的公告 第二种方式 要集中公告 集中这个担保的公告 就是两种方式 那在线人 银行 在线银行 审查这个公告的标准 一是呢 该担保事实际上 是否已经经过 这个董事会 或者公共大会 决议通过的信息 二是被担保人 也就是主债务人 是谁 你如果连债务人 都没说清楚 谁担保都不知道 这个就不符合标准了 三是为这个 主债务人担保的金额 是多少 为主债务人 担保的金额是多少 具体说 那家在线人银行 倒是没有必要公告 所以这个标准 要符合 这三个条件 就可以了 下一个问题是 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为其股东担保 那么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就一个股东 所以公司为股东担保 这很显然是 侵害了其他的 侵害了公司的 在线人的利益 因为公司和股东 实际上利益是一致的 公司就一个股东 这种情况下 公司为股东担保 公司虽然受损 但是股东受益 这个害了就是 公司的其他在线人的利益 所以这个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 公司为股东担保 公司以这个违反公司法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决议的 程序的规定为由 组装不承担担保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以致死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 公司为股东担保 实际上股东受了益 最后真正要 公司承担责任的时候 股东说没有决议 没有决议 公司不承担责任 这种情况下 法院不致死 还有这个一人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 实际上它损害了 公司的其他的在线人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因为给股东担保 受到了损失 那么其他在线人 可以请求该股东 承担连责任 人民法院应以致死 这是以上 在一人有限公司当中的 一个特殊的规定 下面是关于公司分支机构 对外担保的规定 那么公司的分支机构 现在出现了 这个分支机构 对外担保的情况 对这个情况 应该分别的不同情况 不同的情况 做出这个规定 一个是公司的分支机构 普通的公司的分支机构 未经公司股东会 或者读书决议 以公司名义对外担保的 该在办无效 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 比如一个分公司 它没经过股东会的同意 或者它一个部门 一个业务部门 因为前面讲了 公司法的规定 别说分支机构了 连公司对外担保 如果没有这样决议 它都是无效 对这个分支机构 对外担保当然是无效 第二种情况 就是关于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 在其经营范围内 后经上级授权开立这个保函 就是前面讲的 独立保函 该担保有效 提供保函之外的担保无效 前面讲的这个 金融机构这个 独立保函 也就是这个 独立保函 实际上有效 只要在分支机构当中 它的经营范围当中 有开立 独立保函的这样一个 经营范围 比如这个支航 这个支航的业务当中 就有这个开立 独立保函的这个 经营业务 这个支航 开出独立保函 就是有效的 或者另一种情况 虽然它的经营范围当中 没有独立保函这个经营业务 但是它经过上级的授权 开立保函 也是有效的 我了解的情况是 这个金融机构 一般是这个 分行 生意的分行 这个 有这样一个权限 在它的经营范围当中有 下面支航呢 开包含的 需要这个 分行进行授权 来开立保函 这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 要么是自己 那个经营范围当中 有这个权限 要么是这个 它这个经过上级的授权 开立保函的有效 除了这个保函的业务之外 金融机构开启的 其他的担保是无效的 金融机构 提供的其他的担保是无效的 就没有经过这个 这个金融机构董事会批准 或者国动会批准 你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 提供其他的担保 就是无效的 这不是没发生的 我举个例子来说 这个在这个 没法说哪家银行了 真的是一家国有大行 国有大行的这个省级分行 某一个省级分行 就这个对外这个 不是说担保 给人提供一个回购 收益权的回购 除去这样一个函 收益权的回购 实际上还是用担保 最后这个要承担责任 这个担保肯定是无效的 按照这个司法解释来说 应该是无效的 但是无效可不是没事 我下面要 谈点谈点无效以后 这个怎么承担责任的问题 这个是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 那么担保公司的分支机构 未经担保公司授权 对外提供担保无效 担保公司分支机构 虽然没有担保的权限 那么以上 如果是说分支机构 对外提供担保无效的 相对人请求公司 承担赔偿责任的 按照司机条来处理 关于赔偿责任的 我们到司机条一起说 下一个问题是 关于最高额担保债权范围 最高额担保的债权范围 最高额担保的债权范围 最高额担保的债权 到底范围是多少 现在这个有两种 事件当中两种情况 模棱两可的 一种情况 以这个最高额为限 这个最高额包括什么呢 包括全部 本金的利息自息 是还赔偿金等等 全部加起来 不能超过最高额 这是一种理解 另外一种理解就是说 指的这个最高额是本金 其他的本金以外的 这些自息另算 也在这个最高额范围内 这个事件当中呢 有这么两种认识 对这个反应判决 也出现各种情况都有 两种情况都有 所以这个司法解释规定了 在当时没有约定 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你当然约定好了 这个你怎么担保 其实上都可以 你这个最高额到底包括什么 都是允许的 如果在那个 最高额担保分析当中 写清楚了都可以 但是呢 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那么最高额担保的 最高债钱额 是包括主债权 及其利息 伪业金 损害赔偿金 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 实现债钱 或者实现担保无权的费用 等在内的全部的债钱 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是包括全部的债钱 但是你可以临行约定 我举个例子说 比如说 这个最高额的这个担保 最高额担保证 它这个最高额度为3000万元 但是说 你可以就这3000万元指的是什么 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 假设 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这3000万元 指的是 包括本金 利息 违约定 各种实现债钱的费用 债钱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 所以这个金融机构 在做业务当中 你最高额担保 你一定要留余地 3000万元 你别给它放到3000万元 放到3000万元以后 你这些利息怎么覆盖 所以一定算出来 比如最多放到用款 放款放到2700万 你需要余地 给自己留余地 这是关于这个 最高额债权 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是按照这个 全部的债权 的技术 如果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可以这个 进行约定 还有登记的最高 债权额 与当事人约定的 最高债权额不一致的 人民法院应当 依据登记的 最高债权额 确定债权人 有限受伤的范围 比如说在这个 最高额抵押当中 最高去登记 最高额抵押 不停地要签合同 还要去登记 机关登记 那登记的 债权额 抵押 比如说和这个 抵押和最高额 抵押合同的不一致 这两者不一致的 情况下 是要以登记的为止 下一个问题 是借新还救 借新还救 这次修改也比较大 借新还救 指的是贷款到期以后 因为借款人 没有能力偿还 没有能力偿还 所以采取一种方式 再借一笔 然后用新借款 新的借款 把旧的还掉 这样保证 债权还处于 优良状态 不至于出现违约 这也是实现当中 银行经常做的一种业务 借新还救 但另一种不算 说的借新还救 比如说 我借款人 我另行筹措一笔资金 把这个前面的借款还掉 然后再借一笔新了 这个不叫借新还救 我们讲的借新还救 是指我前面讲的 第一种情况 就是说 我借款人并没有 这笔资金来走转 是银行 给我放了一笔新的借款 然后用这个新的借款 偿还了老的借款 这种叫借新还救 那关于借新还救当中 这个非常特殊 这个担保的责任怎么处理 那么当时 主合同当时人协议 以新贷偿还旧贷 在前人请求旧贷的担保人 承担担保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比如旧的贷款合同 是有一个担保人的 那现在这个借新还救以后 实际上旧贷已经履行完毕了 现在这个银行 你要求旧的担保人 来承担责任 这种法院不支持了 那么在前人请求新的担保人 承担担保责任的 按照以下情形处理 假设这个 借新还救 这个新的借款 也有一个担保人 那么这个 怎么来处理呢 按照以下这个情形 第一种情形呢 这新贷与旧贷的担保人 相同的 人民法院应以支持 新贷也是他 旧贷也是他 有这个担保人进行担保的 那么人民法院应以支持 第二呢 新贷与旧贷的担保人不同 或者旧贷不担保 新贷有担保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是在前人有证据证明 新贷的担保人 提供担保时 对于新贷 承担就贷的事实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除外 这个非常不好理解 我在很多银行讲这问题 他们都理解不了 第二种情况 新贷和旧贷的担保人 他不同 或者是说 旧贷无担保 新贷设立个担保 那么这种情况呢 一定要有一个条件 这个新贷 这个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新贷还这个担保人 他要知道 你是这个借心还就 如果他不知道 稀里糊涂的 比如稀里糊涂的 这个被套进来了 等于说 对这个新贷提供担保的话 那实际上 他这个新贷款 是用于还旧贷的情况下 这个事实不指导的情况下 那么新贷的担保人 就不承担担保责任了 所以这个借心还就 银行在这个 借心还就的时候 要做这个业务 一定要要注意 就是新贷款 一定是说 让这个担保人 不管是新贷款 是老担保人 新担保人 一定是要的 这个签一个确认书 要他指导 这笔贷款来借心还就 把这个事实要告诉他 那么在这个借心还就当中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担保物的 登地的担保物的顺位 在这个借心还就当中 就会出现 那么就在订立新的 贷款合同前 又以该担保物 担保财产 为其他的债权人 设立担保物权的 其他债权人 主张其担保物权的思维 优先于新贷款人的 人民贷款人不予支持 比如借心还就当中 还是拿这个抵押物 进行抵押的 如果这个事 顺理称章的下去 你重新再办个抵押登记 把老的那个抵押解了 再办一个抵押登记 或者是实验当中 我办理的业务当中 我根本没解这个老的 我再把这个新的抵押登记 这个也没有问题 这个那个信贷款呢 也就相应的 有了这个抵押权了 现在出现的 我说这个问题啊 这条说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啊 就在新的这个抵押权 登记前 中间这个抵押人的死坏 他又把这个抵押物 抵押给别人了 假设说第一顺位 是这个银行 第三顺位也是银行 中间插了一缸 有一个抵押权人 插了一缸 实际上按照正常的理解 应该是这个 第一个抵押权人已经还了 又不存在了 第三个抵押权人 还是在后面的 应该在后面受伤 实际上这个 由于接行缓救 这样一个特殊性 那个不承认 中间这个第二个 这个抵押权的社会 这个其他债权人主张 其担保护权 是为优先 优先于这个新赖的债权人的 还没法也不以支持 即使登记为第二个社会的 法院也不支持 这是接行缓救当中的 一个特殊的规定 比如说在这个 中国农业银行 苏这个新疆 新疼这个叫激银 新疼鸡 引付培训商贸有限公司 这公司的名称还很长 这个这款合同 就分这个案当中 那个这些个案例 接待双方呢 签订这个新这款合同 以新还救 未将该借新还救事实 告知担保人 同时没有证据证明 担保人现在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借新还救的情况下 志愿提供担保 不担保人免于 存在担保责任 就在这个案例当中 农航和这个叫 新疆这家公司 是接新还救 但是没有把这个事实 告诉担保人 也没有正体表明 这个担保人知道 所以这个担保人 不承担责任 是这样一个案例 那下面有问题 就是第四系调 很重要的第四系调 有关于担保无效的情况下 担保人承担的责任 担保人承担的赔偿 我这个把前面呢 我再概括一下 我们前面讲了很多 担保到底有效无效 我们先这么捋这件事情 假设说担保是有效的 那么好办了 那我们就按照各自的 有效的情况下 承担责任 你是保证就承担保证责任 抵押承担抵押责任 治押承担责任 这就清晰了 这一条当中呢 是说担保无效的情况下 担保前面讲了很多 担保各种无效 各种无效 但是担保无效 不等于没事 不等于你这个担保人 可以前身而退了 担保责任不需要你承担 但是还需要你承担的是赔偿责任 担保责任不承担了 但是有可能要承担赔偿责任 这个第四七条 实际上把前面讲的 各种担保无效 汇总到一起 规定了这个赔偿责任 这个赔偿责任又分为两种情况 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下 组合同有效 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 分为两种情况 组合同有效担保无效 和这个组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也无效 这个情况的赔偿责任是不同的 第一部分呢 我们讲的是组合同有效 但是这个担保合同无效 在这种情况下 又区分不同的情况 来确定担保人的赔偿责任 第一种是说 在前人与担保人皆有过说的 那么担保人承担的赔偿责任 不仅超过 债务人不能欠偿部分的二十之一 双方都有过说 这个担保人也有过说 这个在前人也有过说 比如说就拿这个决议来说 假设说这个 这个股东会决议 无效 无效的 这个法院分析了这个责任 那个这里面就有银行的问题 银行也没发现 也禁止 也有这个担保人问题 假签字 那这种情况下 就各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各大五十大半吧 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担保人有过说 而在前人有过说 这种情况 比如说 还是说这个决议 我在前人都进到了各种审查了 那担保人的作假 在这地方 这个导致担保无效 实际上这个担保人 对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 要承担赔偿责任 要承担赔偿责任 全部的赔偿责任 这样的话呢 这个担保 这和担保有效是一样的 担保有效了 无非就是担保人 对债务人的不能清偿的部分 承担全部的担保责任 要承担赔偿责任 全部的赔偿责任 实际上是一样的 这样对这个在前人 如果是这么判决的话 对在前人 一样 意义并没有太大差异 第三种情况呢 在前人有过说 而担保人无过说的 担保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种情况说的是 在前人有过说 银行有过说 担保人民有过说 那么担保人就不承担赔偿责任 这是三种情况 说的是 组合动有效 担保合动无效的情况下 这个担保人的赔偿责任 第二个部分 说的是这个组合动无效 导致了第三人提供的 担保合动无效 组合动无效 导致了这个 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动无效 这个也 我举个例子来说 组合动无效 比如说 现在有一个银行的判决 银行这个借款判决 组合动无效被法院判决无效了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那个组合动 涉嫌刑事案件当中 已经判决 按照非法贷款罪 非法方贷罪 做出了判决 所以这个组合动无效 组合动无效并不是说就没事 银行的款并也是要 也带给了这款人 就在这个判决当中 先判决了组合动无效 但是也判决了这款人返还 是这么处理的 这个组合动处理 我觉得还说得过去 实际上这个问题 就直接牵涉到第三人 提供的担保的 有效无效东西 那按照先边讲的 如果组合动无效 那么第三人提供担保也是无效的 也是无效的 但这个无效不是说没事 担保人就没事了 还要看担保人 在这过程当中 有没有责任 如果担保人无过错的 他就不承担责任 组合动也无效了 担保人还没有过错 他就不承担责任 那么组合动 第二种情形 担保人有过错的 其承担的赔偿责任 不应超过在无人 不能清偿不承的三分之一 其承担责任 不能超过 在无人不能清偿不承的三分之一 我们看看就显著的 降低这个赔偿责任 假设说我刚才举这个例子 组合合同 因为这个涉嫌刑事犯罪 法院这个民事判决部分 判就结合合同无效 那么这个时候 对这个担保人呢 怎么来责任这么判决 就要看到 这个担保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否有过错 担保肯定是无效了 因为阻债务无效 阻债权判决无效 担保肯定无效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担保人不过错 他就不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担保人有过错的话 承担的责任 也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这个以上就是区分了 两种情形 一个是在组合同 有效 但是担保合同 无效的情况下 这个担保人 承担什么样一个赔偿责任 第二种情形 就是组合同也无效 担保合同也无效的情况下 这个担保人 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赔偿责任 这是两种情形的规定 那实际当中 就是我这有个统计结果 实际当中案件当中 据统计 在担保人签订了 担保合同以后 只有7%左右的案例当中 担保人免于责任 什么是责任也不承担 其余呢 担保人或者承担担保责任 或者承担赔偿责任 所以这个担保人 只要签订了担保合同 就很难牵身而退 在前人也不要轻易放弃权力 这是这个现实当中 把这个凡事设计担保的判决 统计了一下 只要这个担保人 签订了担保合同 看来这个是跑掉 那只有7%的 幸运的担保人逃脱了 这是小概率事件 大部分本身93%的担保人 跑不掉 你这个签了担保合同以后 签了担保以后 不管什么形式的担保 那有效的情况下 我再说一遍 它有效的情况下 能够按照担保合同的约定 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无效的情况下 按照这个 我前面讲的 要承担赔偿责任 那责任员这无论担保责任 还是赔偿责任 多多少少都是要承担一些 你要想全身而退的 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在些人银行里面 不要轻易地放弃 可能都缺了少纳 但是最后 多少担保人 都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 下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混合担保 也叫共同担保 民法典的392条规定 在些人应当先救 债务人提供的担保 先救 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 有限收藏 这个民法典的新的规定 我为什么把这个先这 给它调成这个黄颜色 现在是这个民法典 这一条修改 是困扰了这个银行 我说银行了解的情况 这个民法典392条 怎么理解 现在银行这个非常着急 我看看这个举个例子 什么叫混合担保 假设说在这笔贷款当中 只有这个借款人 本人提供了一个抵押物 所以这个借款人 本人也是抵押人 另外假设还有保证人 和图示人这种情况下 那么在债务人提供物的 担保情况下 其他担保人就享有了 先速的抗典钱 类似于一般保证 也就是假设这种情况下 借款人拿一个抵押物来抵押 那银行呢 按照这个前面讲的这个民法典的规定 应该先就这个抵押物 执行这个抵押物 你要这个没有执行这个抵押物之前 其他的保证人 图示人 你就不能要求其他的保证人 图示人来承担这个担保责任 所以这个银行很头疼 这一条的规定 实际上赋予了其他担保人 一个先速抗典权 这个道理上呢 立法者呢 在解释这个民法典的一条规定 说到底说得通 说这个担保嘛 你看看这些保证人也好 都是为了借款人来担保的 那么你现在这个 即使他们承担了责任 还要向借款人追偿 那么你现在这个借款人 自己提供了一个物的担保 所以应该先追你啊 你追不完的 还不了的 随限不了的 才能追这个其他的担保人 这个理论上是通的 实践上呢 就会带来这个银行 带一个困扰 那银行就说 我们老的业务不说了 那现在新的业务当中 你要衡量一下 借款人提供这个抵押物 它到底是有价值 还是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的相当于一个鸡肋 这个拿着这个东西 还不如不拿 比如说这个抵押物 借款人这个抵押物 提供一个抵押物 比如说北京的房产 这是好东西啊 北京的房产分分钟给派出去 那你就拿着 你先执行它 其他的保证出资的话 这个牌后面也没关系 假设说这个借款人 现在不是北京的房产 它有在卡斯 有一块工业用地 你这个问题 你银行到底要不要这个抵押物 你要掂量掂量 那现在很显然 在那个卡斯那地方 一个抵押物 是很难执行下去 你拍了 有人买吗 很难拍得出去 所以这个你要不执行完 那边没有结果 你还不能要求其他的 担保人承担责任 这个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我建议银行 你不要要这个借款人 这个抵押物了 不要要了 要了反而给你这个增加负担 所以并不是这个借款人 提供的押品呢 越多越好 银行在这个作业务当中 要充分注意到 民法扁这一条的修改 这个先字 先很重要 这个字很重要 那下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担保人之间 是否有追偿权 这个有问题 也是在这个 这次司法解释 有一个重大的修改 我们先说原先 看我这个这张PPT下面的 最后一行话 原先的担保法的司法解释 38条是规定的 担保人之间可以追偿 关于这个担保人之间 承担了责任以后可以追偿 除了向债务人追偿以外 担保人之间 也可以追偿或者分担 就是有众多的担保人的情况下 其中一个担保人承担了责任 除了向债务人追偿以外 他可以向其他的担保人之间追偿 要求其他 甚至要求担保人之间分担 原先的38条 还详细规定了一种 怎么一个追偿 怎么一个分担的方式 那这一条呢 推迟了 我们看看新的这个 司法解释的43条 做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就是说这个担保人 这个追偿 这个条件 三种情况下 担保人是可以追偿的 第一种情况下 担保人之间有约定 有追偿的 担保人之间 在提供担保的时候 有约定 约定了 咱们之间是可以追偿的 第二种情况下 担保人之间约定了 承担连带共同担保 承担连带共同担保 也是靠约定 第三种情况下 各担保人在同一份 合同上签字 改章或者按紫任 在一个比如保证合同 很多个保证人在那个 同一个合同上 作为保证人 签字改章或者按紫任 这三种情况下 才有了互相之间 担保人之间 才有了追偿权 但是我想说的 这三种情况 发生的概率是很低的 银行要求 借款人 债务人提供担保 担保往往是被考虑的 其他担保人并不知道 在他自己提供担保的同时 还有其他担保的存在 更比说 这些担保人之间 还有什么约定 也就是说 这些担保人之间 甚至根本就不认识 不知道彼此之间的存在 这种情况下 他怎么可能有约定 所以这个三种情况 都是很难发生的 或者是小概率事件 除此之外 那么承担了这个 担保责任的担保人 就不能够要求 其他担保人的 不能向其他担保人追偿 只能向债务人的追偿 担保人之间 没有追偿权 这是这个48解释的 43条 对原先的38条 有彻底的改变 而这个问题 在讨论当中 争议很大 实际上争议很大 总体来说 学者们的意见认为 那你担保人 提供担保的同时的时候 就是为债务人的 全部债务提供担保 你自己自愿 为债务人的债务提供担保 这个时候并不是基于 还有其他担保人的存在 还有同伴 还有多少 可以帮我分担一下 我才提供担保 没有这么说 如果是有的话 那你们不就有约定了吗 那你要没有约定的话 就认为你并不是基于 还有其他担保人的存在 才提供担保 要你来承担全部的担保责任 承担完以后不能追查 这也没有什么错 也是应该的 实际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观点 对这个 实际上这个 担保人在承担了担保责任以后 几乎没有什么究极的材料 因为债务人如果有 偿还能力的话 银行 在线人 那直接就会找债务人了 用生车找不到的担保人 反正担保人承担责任的时候 那债务人应该是 没有偿还能力了 所以这个第四三条 是加大了这个担保人的责任 下面一个情况 就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这个 就是担保人受让债权的情况 这个也非常特殊 出现的这个概率也很小 但是这个确实有这个判例 这个案例出现 司法解释要专门用一条 来进行这个规定 说的是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像我画这个图当中 这个银行 这个和这个债务人自己接管 有两个担保人 来给他担保 担保人一 担保人二 假设说 假设说现在这个担保一 担保人一 他意识到 他这个担保啊 是债务难逃了 跑不掉 而且一旦承担了担保的 找这个债务人追偿 也没信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动了一个外心眼 就是他的目标什么呢 让这个担保人二 来承担责任 我不承担责任 让另一个担保人承担责任 所以他跟银行之间 这么谈的 你把这个债权 对债务人的债权 转让给我 我全个付款 我全个付款 连本贷息 我把这债权收过了 那这个银行当然愿意了 那你要 连本贷息都给我的话 那银行就全身退了 他当然同意了 所以他们之间 可能签订一个 债权转让协议 银行把钱却收回去了 这个时候 这个担保人一摇身一变 他变成了债权人了 和债务人不变 他变成了债权人了 通过一个债权转让 变成了债权人了 这个时候 他变成了债权人以后 他对债务人和担保人二 提起诉讼 当然他这个动机也不良 他并不是冲着债务人去的 还是冲着担保人二的去的 这个时候 担保人二就吃了一个哑巴亏 等于说这个 实实在在的 让这个担保人一 已经给算进了 假设这个判决成立的话 等于说担保人二 就承担了全部的担保责任 担保人一也能全身退 所以他耍了这么一个花招 很聪明 耍了一个花招 他这么处理 担保人一 才是这么个策略 和前面讲的 我们讲的这个不能追偿 担保人之前不能追偿 实际上矛盾 实际上如果这个成立的话 担保人 发明了一种变相追偿的方法 那就是我先受让债权 然后我再去 你债权人的身份 再向这个 债务人和担保人 其他担保人做上权利 这个就不应该支持 他这样一个行为 所以担保法司法解释说了 你要这么做的话 这么玩的话 视为承担担担保责任 不是不适同你为债权软让 你要像你刚刚这个还钱 视为你承担担担保责任 承担担担保责任 那就到此为止了 你不能像那个担保人二 进行退偿 你只能像债务人退偿 也就是你愿意这么玩的话 等于说法院认为 你是承担了担保责任 限制了他的最上权利 就是这个问题 专门做了一个规定 就是第四条 专门这个就对以上 我说这个规定 第二十二条 是讲的债务人破产 停息即息的问题 根据破产法的规定 在这个破产以后 债务人破产以后 就停止了即息 就在主债权 也停止了即息 那相应的话 按照我刚才前面讲的 担保的重属性 由于担保的债权 不能超过主债权 这个范围 那么相应的来说 担保债务 也应该在这个破产 受理以后停止即息 这一项请求 人民法院应以支持 就是在债务人 进入破产 或者破产冲动以后 主债务停止即息 相应的担保的债务 也停止即息 第二十三条 讲的这个 债务人破产的情况下 担保人的责任 那么人民法院 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 在前人在这个破产程度中 责保债权后 又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请求担保人 承担担保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以支持 只要在债务人破产以后 在前人 既可以参加 这个破产的申报 在前的申报 同时也可以向 这个担保人 助长担保权利 这两者可是并行的 并不因为在外人的破产 而导致这个 担保权利的丧失 担保人也不要侥幸 在外人破产了 我就不承担责任 这个不存在 担保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 那么在前人 在这个破产程度当中 没有获得前额的清偿 请求担保人 继续承担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以支持 也就是说在前人 比如说在破产程度当中 获得了一部分清偿 另外可以就 没有清偿的部分 继续主张 要求担保人 承担担担保责任 这个法院是要支持的 下一个问题 担保人承担了担保责任 向和解协议 或者同整计划 执行完毕后 在债务人追偿的人 民法院不许支持 这个是新的规定 就是这个担保人 承担责任以后 我们前面讲了 他这个不能向其他担保人追偿了 但是他可以向债务人追偿 但是一旦这个债务人 面临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说和解 刚刚和解 完成和解协议 或者重整计划完成了 你这个时候再去 向这个债务人追偿的话 那实际上威胁到了 他这个重整计划 所以这个时候 就不能再允许他进去追偿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担保人 可能要吃了一个哑巴亏了 他这个承担担保责任以后 唯一的希望 是向这个债务人追偿 但是由于债务人 刚刚完成这个破产重整 他连向债务人追偿的权利也没有 他只能自己来承担了 另外呢 这24条呢 还有这个 规定了破产程序中 债务人的通知义务 那债务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破产 既为私贸债钱 也为通知担保人 只是担保人 不能预先行使追偿权的 担保人就该债权在破产程序中 可能受伤的范围内 免除担保责任 但是担保人 就是他债务人可以向这个债务人 这个申报债权参加破产程序 也可以干脆他不去 如果现在破产太麻烦了 我连申报都不申报 我直接要求这个担保人来承担责任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担保人就面临一个问题 他最后他承担了责任以后 他没有办法追偿了 从前面有讲的 如果这个债务人真的是破产 破产以后 他被清算掉了 他连组体都被注销了 那上哪儿追偿这个债务人 如果是破产重整 前面讲的也没有办法追偿 也没有办法像这个 从中以后的债务人就追偿了 所以在破产法当中 允许这个担保人 如果在这个债权人 没有申报债权的情况下 允许这个担保人 这个行使什么呢 预先行使这个债权权 担保人可以先去申报 我先申报一份吧 至少说能分点是两 就允许这个担保人去申报 但是这个担保人申报 一定是要 债权人要通知他 知道以后 债权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债权人破产 你要通知到这个担保人 否则的话担保人还不知道 比如说担保人不知道 因为这个破产管理人 假设破产管理人 通知的是债权人 一般来说通知是债权人 你这个债权人知道以后 你不告诉这个担保人 使他错失了 错失了这个申报的这个时期 那么他的这个担保人呢 就可以在债权 就破产成一种 可能受伤的范围内 研究担保责人 因为这破产 你申报了也未必 就能够受伤 未必能受伤多少 那现在这个清偿率 破产的清偿率非常低的 不管多少吧 但是毕竟还有这种可能性 也就是要把这种 可能的收藏 从这个 他的担保责任当中扣除 这是在债人造成的 在债人你知道你不告诉我 在债人呢 有这样一个通知的应用 这也是一个 第24条 也是一个新的规定 第21条是关于管辖 我们看看 这个借款担保 它是有多个合同構成的 有借款合同 有保证合同 抵押合同 支押合同 每一个甚至还有多个合同 所以这个 就会出现什么 这个多个合同上约定的 解决方式 争议的解决方式不一致 那么21条呢 是这么规定的 如果是说这个组合同 或者担保合同 约定了宗裁条款 那么人民法院 对这个约定了宗裁条款 就没有管辖权 也不管组合同和担保合同 哪一个合同 约定的是宗裁条款 那么就按照宗裁 宗裁来解决 这是第一款的原则 就宗裁的部分 法院就没法管 第二款说呢 在债人 一并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的 应当根据组合同 确定管辖法院 比如说这个组合同 担保合同 约定管辖法院不一致 如果是债务人 一并起诉 债务人和担保人的 应当根据组合同 确定管辖法院 这个是一个原则 担保合同的管辖 服送于组合同 如果是在线人 依法单独起诉担保人 且这个应说 且起诉担保人的 应当根据担保合同 确定管辖法院 比如说这个在线人 我不告这个计划人了 我就告这个保证人 因为他有钱 我不告这个计划人不告 那就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 来处理这个 来确定这个管辖 案例当中呢 举个案例当中 还有这样一个情况 实际上这个情况 还不属于这个 司法解释 刚才讲到规定的内容 就在这个案子当中 组合同有仲材条款 担保合同没有约定 仲材条款 那么深圳仲材委 会认为 担保合同作为重合同 应当受到组合同中 仲材条款的约束的意见 来处理了 组合同约定 是深圳仲材委来仲材 担保合同 担保合同 并没有约定的仲材 约定的法院管辖 所以深圳仲材委 按照这个组合同 确定这个管辖 不仅要对这个组合同 进行管辖 还有对担保合同 进行管辖 就像这个 上述到最高法院以后 最高法院认为 深圳仲材委 没有权利 对这个担保合同 进行管辖 因为仲材一定是 约定清楚的 只有权利 对组合同进行管辖 所以这个管辖 这个问题 我提醒这个集中机构 尽管合同很多 但这个合同 签订的时候 一定要移植 不要出现 有的是仲材 有的是诉讼 有的在北京 有的在外地 这种混乱的局面 最后都是不好解决的 因为你们争议的走向 并不明确 诉谁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最后呢 往往解决起来很困难 以上是关于 第一部分 我的讲解 因为大家 我再回顾一下 实际上 这个组合法院 这个法官 把这些 担保的共性的部分 提炼出来 我觉得提炼得非常好 这个以往的立法 立法立不一样 我认为提炼得非常好 把它共性的提炼出来 就不要在这个 其他这个部分呢 在重复地进行规定 当然这个篇幅也非常大 占的篇幅非常大 这也是这个 整个司法解决当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第一部分 我就讲完了 下面我们讲第二部分 关于保证这部分的 关于保证方式 民法典做了一个 重大的改变 民法典的686条 第二款规定 当时人在保证活动中 对保证方式 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的 按一般保证 承担保证责任 这个过去和 担保法的规定 正好相反 在过去呢 这个担保法规定啊 这种情况下 是按照连代 保证责任 承担责任的 所以这次做了一个 重大的修改 这个银行的保证 签证的保证 都是规范 不显明了这个